近来我国的水产品和农产品都被种种原因禁止销往大陆 农委会助委陈吉仲持续炮轰大陆出处刁难针对台湾 说截止时间和收建方式与其他国家标准不同 陈吉仲接受媒体捐访也高度质疑 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听到陈吉仲的批评让在业党很傻眼 痛批民进党已经执政七年分散市场 协助业者提升竞争力 这些难道都没先做好 直到出问题再通通推给ECFA吗 在过去七年的时间做了哪些分散市场的动作 蔡政府执政上来对中国大陆的预存度越来越高 已经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左右 每一年现在赚一千七百亿美金 ECFA如果整个废掉 它的整个的找收清单 它的金额高达两百亿到两百五十亿美金 民进党假如这么不喜欢 这么诅咒ECFA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签订 为什么还要占国民党当时推动ECFA的便宜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学者也直言政府出问题就拿纳税 钱去补助业者根本是挖东墙补西墙 补贴啊 救济啊 各种话不及其他 金额补贴的话 明年还要不要补贴 在党和学者痛批 陈其中没想办法解决当前困境 反而甩锅给大陆和前朝 却没有真正为农民着想 记者张昭鹏 徐国豪台北报道 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市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市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